到了《東周列國》春秋篇的播映時間 今集就是講進民工在整頓好進國之後 然後就開始清白了 當然一定是有些歷史的偶然的事 就是周襄王就有些問題 就是他的太宿戴就起兵 打算去散毀 蕭先生 其實這個真的有這麼巧 還是怎麼樣呢 因為那些事情經常發生 而是進民工掌握這個時機 除了進民工之外 秦穆工 鄭國 也都很想趁著這件事去爭執霸主 我想問一下 那時候是不是 總之可以尊王就能夠成為諸侯的霸主呢 繼齊援功之後 很多人都想到 利用皇室的地位來建立他霸主的地位 利用皇室再建立這個仁儀的聲明 來號召諸侯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那時候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皇室根本是形同虛設的 是的 皇室的勢力是衰微的 但是就是說 大家平等的時候 有一個招牌就好過沒有一個招牌 就是等於曹操 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樣 如果大家一會有留意的話 就會見到 進民工就派趙衰一個人去抵擋巡的千軍萬馬 靠的就只是他的口 我想問一下 我們之前都說過 趙衰有 即進民工身邊有很多能人 趙衰是其中一個 究竟為什麼 進民工這麼提起他呢 當然是說趙衰說話很厲害 但是其實我們看見這些事 在春秋也好 戰國也好 不停重複 足之舞退巡詩 這些等於是一樣 即是張儀 即是屢次都出現這些這樣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列國既然競爭得那麼厲害 於是就產生了很頻密的外交 而外交人才就有出頭的機會 以前的外交是不是只有開口就可以了 當然 其實背後有國家的實力做後盾 這個是 稍後我們就會看到趙衰引返之前 進民工和秦木工在飲宴上所引返 秦木工讀的一首詩就是《詩經》的六月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詩經的詩歌不是唱的嗎 為什麼是讀出來的 即是詩經有一部分就是唱 但是到這個時候也有很多唱就會失傳 但是就是說 詩經三體蜂雅仲 如果仲是在拜祭祭廟的時候用的 是朝鱷 雅就是諸侯家旺的時候用的 蜂就是文革的 就是最流行的大部分是蜂 這些就是孔子所謂不學思無以言 很喜歡引詩經來比喻 這些就未必長 即是說剛才說到秦木工所引的 就是屬於雅的了 因為是諸侯之間的 是的 其實當時詩經的流行程 其實當時是詩歌 是當時才作 還是之前有些人已經作了 那麼巧是巡幕工讀書 當時所謂的詩經三百篇 其實是累積詩集 由很早時期開始 是整理而成 有些流行一些 有些沒那麼流行 其實是一個詩集 但不是相傳孔子才編了整本詩經嗎 之前不是散失那麼多手 孔子是將詩刪了一部分 但當時已經有流行版本了 不然大家互相都不明白 原來是這樣 不如我們現在先來看看故事 然後一會回來再談談